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节目 YouTube完全给封杀了 说那东西是有伤害的 引用的内容就是能源部 能源部跟FBI本身 他认为是泄露 武汉实验室泄露 但中央情报局 他不确认 所以白宫就说这个事没定 但终归美国能源部 作为美国的政府部门 他是第一次真正面对面承认 FBI那也很简单 因为美国死了110万人 那他FBI当然有责任 他责任就保护美国人民 和挖出事情真相 所以FBI跟那个能源部的决定呢 自然产生了巨大影响 那这篇 我只能用照片了 这个真的不容易 现在真不容易 那马斯克 卡尔松他根本不在乎 他不在乎 所以他就请了 昨天晚上请了严丽梦 请了严丽梦女士 这个大家清楚了 他是从香港跑出来的 他在香港 曾经在这个实验室里面 所以他能 他有机会 他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研究室的人员 包括WHO相配应的一些人 他有机会接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他曾经竭尽他的权力 去揭示事情的真相 但是他就比较反对 他认为病毒是故意泄露的 是生物武器 类似生物武器 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在西方社会当中的 在美国社会当中影响很大 严丽梦影响很大 因为无论怎么样 他是一个真正专业的人士 所以他是从香港 这样跑出来之后 获得身份的 那现在的香港人 跑到欧美 都可以有机会获得身份 跟这个目前香港状况 习近平的做法相关 所以那 而卡尔松去请他来 昨天晚上做这期节目呢 大概几百万人看过吧 起码 就显得很特别 因为卡尔松在采访他的时候 那严丽梦依然坚持他的观点看法 就并不是故意泄露 故意制造 故意泄露 是中共害人的 他是从这个角度去讲 那这个角度就比FBI跟这个 CIA本身 FBI跟这个能源部就更加的 更加的这个推进 那卡尔松不是不清楚 卡尔松的团队当然清楚他的 所言所为 所以他就 当卡尔松针对这样一个公共的事件 公共的新闻中 故意请来了 闫丽梦 让闫丽梦在他的平台上 像几百万 现场就几百万的美国人 讲述他的看法 所以这表明了美国社会当中 在大疫情的三年的背景之下 人们对中共的那种认知 人们对中共的认知 以及中共生命的本质本性 所以都在其中了 所以这就是这么推动 我以为 我以为应该是一种觉醒的概念 其实闫丽梦不是第一次上卡尔松节目 他之前有上过两三次 但是之前的上去呢 都是像人们在很质朴的追求真相 就是在在左派媒体压制的情况下 他们右派媒体特别像卡尔松这样的人呢 完全依靠了自己的影响力 在支撑了另外不同的呼声 但是美国政府部门没有任何衬托 没有任何背书衬托 那美国政府部门当出现衬托的时候 那卡尔松在第一时间把他醒来 那同时就是 其实就是他无意中 有意无意的在唤醒着人们寻求真相 我以为真正是 真正的概念是在这儿的 那就是他的意义吧 我觉得他的意义就是在这儿 但这个意义的本身 却出现了另外一个故事 出现另外一个故事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在网络上另外一个人 叫ALX ALX也蛮有名的一个独立媒体人 他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中文 他转推了一个今天的 28号夜里的环球时报 说马斯克你在砸中国的锅吗 他转推这么一个 他但整篇文章没有 他只是用了一个用了一个下面的一个 就带着这么一句话 通篇内容是中共在反对美国政坛当中的说法 就是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 通篇内容完全是反对的 说气球事件之后 美国敌视中国的政治势力又炒作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露的 超出人类理解范围 怎么这个呢 侮辱中国的科学家什么的 就基本上这么说法 下面就整个陈述呢 整个陈述都讲 这是华尔街的 这是美国政府当中的一些坏人 美国国会当中一些坏人 在胡乱这么做 不顾事实 不顾科学依据等等 基本这么讲法 最后他说了一句 最后说了一句 他这里提到众议院 在右派的媒体的作用下 反制的媒体作用下 反华的媒体作用下 他挺逗的 他也在把美国社会分成左右派 这是环球时报 这是我们看的国内环球时报 他也把美国社会分成左右派 他认为这是右派干的 然后他提到说 在这个美国国会 众议院现在是共和党控制 所以共和党的右保守派的煽动 煽动着反华浪潮 他这么定论 然后甚至连美国知名的 电动汽车品牌的老板 特斯拉老板马斯克 也跟着搅和进来 没了 他下面就没在 我没在往下走 没在往下说 他是这么 但他是这么来说的 然后里面就谈到了福奇 谈到了其他的一些什么 网络大V 那这篇内容就是 通篇内容只讲这么一句话 那马斯克就是在他的推特上 在针对这件事情 有他自己的表态 那结果他就 这就环球时报中敲了他 在评论当中呢 有着不同的 有着不同人 有着不同的评论了 就是美国人 有着不同评论 在跟帖当中 在评论当中 不同的评论呢 都为说 马斯克你看怎么办 这回人冲你来了 共产党已经警告马斯克 你不要再去讨论 有关中共病毒 来自于武汉实验室的问题 你现在捅了锅了 你现在惹了马风锅了 那在这篇报道当中 CNBC就报道了 马斯克这件事情 所以CNBC的记者 到了上海的马斯克的 这个工厂 去报道这件事情 那我以为道理 也比较简单了 是因为CNBC是商业电视台了 那这个人呢 是美国比较有名的 左派的 左派的人 左派夜间的talk show 晚上11点多 他也讨论了 这个能源部的问题 CCP的问题 现在西方社会 基本称中共也是CCP 所以故事就到这了 故事到这就是 对马斯克提出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他怎么办 他怎么办 几乎所有人也都在讨论说 你马斯克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 你早晚在你强调言论自由的时候 当你拿下推特的时候 你早晚要跟中共摊牌 你想你不想摊牌 让共产党也找你摊牌 马斯克可能 我记得原来他讲过 他说反正我共产在中国 那我在推特上 在中国也使不了 对不对 所以我在推特上说话 我跟他中国管什么事 他中国管我干嘛 无所谓的 我没有利益冲突 当时就有很多人说 你太低估了共产党 如果这是一个完全事实的话 而他现在确实是这么做 他马斯克自己是在这么做 就是他依然作为火星人 作为地球上最富有的人 作为在现实的环境中 他可以战胜自己的欲望 就是他可以比较很明白的这么一个人 在他自以为是的概念中 他都无法超越共产党 无法超越共产党 这个他想象不到 共产党的那种凶狠跟邪恶 所以这是很难想象的 就是在追求真相当中 马斯克在追求真相当中 最终一定会触及到 跟中共有着根本性的利益冲突 那这时候的马斯克 可能超过他的认知的能力 他将做如何选择 而马斯克确实在过去的时间里 也很少批中共 他几乎是回避的 但在这个问题上 和他管理的推特上 他自然会冲突 这就是这个社会 无论你是谁 在有关共产党问题上 每个人都得摆放自己的位置 你就是外星人 你就是外星人 你就是UFO 你就是这个 甭管你是什么 你只要带着人身了 你就得做出决定 所以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 我们不好说 马斯克会怎么样 因为我也没看到 他回复刚刚发生的 但是呢 这是个事实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